各位朋友大家好 2月28日香港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先生 宣布全香港的楼市辣椒全面切蓝 这个消息一出就引来整个市场变化相当大 今天3月1日又跟大家看看究竟经历了这两天 香港的楼市有什么变化 第一当然是查询多了 第二心急入市的人士也是多了 如果我们看回整个离印费的减幅其实相当大的 现在说的300万以下的物业其实离印费是100% 而最高就跳点跳到4.25% 4.25%是多少钱呢 如果一般我们买一个几千万的物业 本来是要给15% 如果给15% 现在一减下去实际上减了十几%有多 如果对一些非香港的人士去买香港的物业 其实这个幅度是相当相当吸引 因为如果看回以往那个调控的措施 我们叫BSD这个买家的离印费 其实外来人士是要给15% 现在外来人士买香港的物业 都是跟香港人比的税率是一模一样的 一减下去是足足减了超过十几% 所以是相当吸引的 而除了香港人是开市 现在看回楼去入市 其实对于非香港人士有很大吸引力 以往就因为有了辣椒 就令到很多人士觉得印花税高了 或者买楼的成本高了 而却步的 现在所有辣椒都取消了 就开始来选择楼 大部分的国内人士 或者外来人士 他最喜欢买什么楼 如果你说要省离印费的话 当然是买豪宅省得比较多 豪宅如果买个几千万的住宅楼 本来是要给六七百万 七百多万的离印费 现在一减是减了五百多万 差很远的 如果你是买一些中世价楼 如果是说一千多二千万的那些 可能都是说三百分之三点七五百分之三 那减幅也相当大的 第二类比较多人有兴趣 就是买香港的一售新盘 内地人士都比较喜欢买一些一售新盘 因为未有人住过全新楼 受欢迎多些 所以近期也不少发展商 立刻推出一些楼盘 包括有货美楼盘 包括一些全新的一售楼盘 都是立刻推出市场 未来也会陆续发售 估计这一批新楼 除了香港人有兴趣买 国内人士 外地人士 也有不少人士 是有兴趣来香港买的 所以整体这两天 市场可以说 相当之兴奋 本来想买楼的那些 又加快了速度 本来想着买楼 但是因为印花税贵 要给辣椒税 现在又可以入市了 整体来说 整个撤销了所有辣椒 对香港楼市的振兴 是非常有作用的 可疑 各位